欢迎收看联合国周刊 本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上 向世界传达了一条讯息 日本先台将成为世界迈向持续发展道路的第一站 与会代表携手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经过长达30小时的磋商 本年度首份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文件签署通过 基于2005年的兵库框架协议 并考虑到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 先台协议以人为本 更多的关注灾害知识普及与灾害风险应对 确保发展进程顺利推进 强热带气候帕姆登入南太平洋岛国 瓦努阿图造成严重破坏 联合国加速救援行动 肆虑的洪水和大风 使瓦努阿图陷入断水断粮的紧急状态 3000多人失去家园 大约7万名儿童的日常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附近的土瓦炉也有约42%的住房遭到摧毁 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机构调动所有力量向灾区发放食品 卫生箱和浸水片 由于数百个岛屿的通讯尚未恢复 具体受灾情况还有待确认 联合国儿机会最新报告显示 爱博拉疫情对儿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几内亚、利比里亚、塞拉利昂三国的爱博拉患者中 儿童患者就多达5000名 此外还有16000名儿童由于爱博拉失去了父母或单亲 有900万儿童目睹了爱博拉带来的死亡和苦难 智能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连日来儿机会及其合作伙伴对疫区儿童进行了疫苗注射 确保下月学校重新开放时能将其他疾病感染风险降到最低值 而机会表示从长远来看在受疫情影响的国家 增加对医疗保健系统的投资 有助于解决麻疹肺炎和腹泻等疾病 这些疾病往往会对儿童产生严重的影响 感谢收看联合国周刊 我们下周反对